尽管对这江苏苏宁的比赛中,为北京中和国安打破僵局的是张希哲,但这里进球有一半的功劳要寄到奥古斯托头上,晃动,突破,下底,到三脚船中,正是奥古斯托的卫柄,成就了希哲的三季手球, 因此进球后张希哲也特意跑向自己的对付向他道谢,拖着疲惫的身体从俄罗斯归来后,奥古斯托立刻展现出了非凡的状态,帮助中和国安在联赛中取得了三胜二品的好成绩,京城球迷早已习惯将奥古斯托称为奥古,既是他中文明的鞋接,同时有着更深刻的寓意,而如今的奥古斯托,越来越成为了中和国安不可或缺的奥古, 无修模式依然状态爆棚,他配的是奥古之名六场比赛三胸四助攻,这是北京中和国安对付奥古斯托从世界杯归来后交出的数据,当很多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还在休假时,奥古斯托却选择了无修模式, 这位国安对付从不愿错过任何为祖国效力的机会,不管是2016年的奥运会还是2018年的世界杯他都没有缺席,然而北京中和国安在奥古斯托心中的位置与祖国同样重要, 他从不愿因为国家队的赛事而耽误俱乐部的成绩,两周一样重,哪个也不能放下,吃苦的只能是奥古斯托自己, 奥古斯托对于北京中和国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三球四助攻的数据就是最好的民政, 然而作为球队副队长,这位巴西员对球队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,世上没有真正的铁人,但足球世界里有真正的奥古, 拳击模式让奥古斯托的身体负荷接近极限,从俄罗斯归来后的几场比赛中,他也曾在场上有过抽筋,伤病的状况, 但他从未要求被换下,永远都是一咬牙坚持,坚持,再坚持,支撑着他的不适于常人的体魄, 而是责任性,是精神力,是勇不服输的奥古,这也是奥古斯托对于这支年轻球队最不可或缺的原因, 相比于技战术层面的传邦带,除今奥古斯托更是球队气质和精神的传承者之一, 可以说场上有了奥古斯托,北京中和国安不仅有了进攻核心,更有了真正的奥古, 本赛季已经是奥古斯托加盲中和国安的第三个赛季,但此前他并不知道自己,还有一个这样的中文昵称, 我之前还真不知道,现在我知道了,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在这里运起这么好的原因, 接受抓到时或是自己中文名的协议昵称后,奥古斯托笑着说, 国安的奥古也是北京的奥古,其实早在2016年加盟国二号, 奥古斯托立刻就获得了奥古的外号,只是彼时关于他是否真的能成为这支球队的奥古, 在球迷之间上有争议,奥古斯托不是那种典型的巴西人, 没有那马尔那样迷人的微笑,或是罗比尼奥的活泼热情, 他内敛也严肃,他好胜又骄傲,甚至他身上还有一丝阴郁的气质, 这样的奥古斯托上场后,心中只有取胜二字,因此,如果对右发挥不好,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,甚至还会无奈叛首, 2016赛季正是国安最困难的时刻,奥古斯托虽然展现出了超强的能力, 但俱乐部处于变革之中,每个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, 作为巴西国奖的他也无法允许拿出稳定表现, 一方面自己无法持续打出高水平的比赛带领球队走出泥潭, 另一方面那颗不服输的心,又让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失落, 这让奥古斯托也曾陷入过争议, 这样的他真的能够成为国安的奥古吗? 那脸的奥古斯托不是那种会让北京球迷一眼爱上的外员, 国安曾经的外交踏切磕,热情奔放,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跟压斯科的气质, 只一个眼神国安球迷就知道遇上了队的人, 功勋外员盲言,他对着支球队和这座城市的热爱, 他在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, 以及将自己彻底融入这里的生活方式, 毫无疑问会获得了京城球迷的喜爱, 甚至是效力并不久的卡努特, 只一个停球,就能彻底征服懂球的京城球迷, 可惜,这些奥古斯托都没有, 他好胜, 但他不似老畔那样爱怒, 不会时刻散发出此刻的气质, 但他会拼命防守, 会牺牲自己去打中后卫, 更是倾向不下火线, 他隐爱这座城市, 但他没有马五爷的语言坚负, 他更愿意做这个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, 训练比赛至于围着老婆孩子转, 他同样能力出众, 但他没有卡出那种, 更容易灵球迷折服的, 喧气, 然而就像经历过寒冬, 却遇见二方的梅花, 奥古斯托的傲气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低估的魔力后, 才会愈发让人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, 也愈发喜爱这种内敛的傲气, 7月22日, 面对天津全界的中朝联赛中, 奥古斯托攻入了打破僵局的一球, 进球后他肆意庆祝, 手指胸口的队灰, 献上了自己的热闻, 很难想象, 一名刚刚经历了世界杯的球员, 回到水平差距悬殊的中朝联赛后, 依然如此亢奋, 要知道在15天之前, 奥古斯托刚刚在世界杯上打入了一球, 他甚至差点就完成了梅开二度, 毕时进球后他已做出了亲吻队灰的动作, 有些外援世界杯后延长了假期, 但奥古斯托却无奉献接, 甚至他拿出了与世界杯上一样的镜头, 这就是他的奥古, 从上个赛季球队逐渐回归正轨后, 关于奥古斯托的争议也逐渐平息, 京城球迷开始预发喜爱他, 尽管他并不是那种, 第一眼, 就能确认是对的人, 但时间证明了一切, 北京中和国安是北京这座城市的象征, 某种程度上奥古斯托, 也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奥古, 俄罗斯世界杯上, 不少北京球迷, 国安球迷前往俄罗斯观赛, 并打出横幅支持奥古斯托, 这让国安对付深受感动, 看到那么多的中和国安球迷在俄罗斯支持我, 这份感情太特殊了, 他们还去和我的爱人合影, 他也因为这件事而非常感动,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球迷和他打招呼, 可以说, 这将成为我们家永远铭记, 非常美好的回忆, 接受专榜时奥古斯托说, 从世界杯归来时, 尽管奥古斯托乘坐的是深夜行班, 依然有不少球迷前往街机, 他也坦言, 正是北京这座城市, 也是让他表现越来越好的重要原因, 北京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像家一样, 他接纳包容了我, 是我生活得非常自在, 这种感觉极大的帮助了我在场上的表现, 犹如他内脸的性格和朴实的囚风, 奥古斯托说不出漂亮话, 在每一句又都情争意见, 验在了球迷心里, 奥古斯托和妻子情定巴黎, 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出生于北京, 这更加深了他与这座城市的羁绊, 北京是我们愿意新生命的地方, 我的孩子在这里成长, 这同样是非常特别的记忆, 北京和巴黎对我都非常重要, 北京毫无疑问将在我的生命中,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, 这样的羁绊也让奥古斯托更加希望为这支球队, 为这座城市赢下一些荣誉, 2015年的时候, 我和科林蒂安一起夺得了冠军, 我们当时就是比赛一场一场硬张的打, 联赛是一个很长的过程, 有时候去看全局, 想看清会很困难, 只有把那场比赛做好, 最后才可能有好的收获, 现在我们有好的团队, 好的教练, 整个团队气氛非常好, 在这种情况下, 我们要做的是把它延续到连三尾声, 到时候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些什么。